东西两大阵营的一个对比 而这个东西两大阵营 已经打到了晶片战 打到了经济战争 刚刚讲的今天 AI全部下跌 AI全部下跌 就是当你中国在进行 一带一路的时候 我全面封锁 对这一次的无差别攻击 轰炸经济轰炸有多严重呢 因为雷蒙多今天是宣布说 有新的政策要不让中国 拿到所谓的军事用的AI晶片 结果一公布的时候 大家吓傻了 把算力一算之后发现 过去A100你不可以买 你可以买A800H880 你可以买降规的 结果公布之后 不仅是NVIDIA不能卖 Intel也不能卖 AMD也不能卖 连游戏晶片你都不能卖 你拿来做游戏的 可以当AI的 美国也不能卖 不能这些叫无差别 限制所有的AI晶片 都不能进入中国以外 还规定说 你卖到40个国家 有买AI先进晶晶片 也要跟美国申请执照 就是怕它卖到中国去 连这个都要封锁 还规定说20个国家 你有买先进的半导体制造设备 也要跟美国申请执照 因为你可能会把设备 卖到中国去 等于无差别限制 把每一条路都要完全堵死 而且你说从这个动作 可以清楚 美国真正的敌人是中国 现在美国已经 无所不用其极 所有用机所有的手段 封锁中国 对 所以经济损失会 非常地大 无差别轟炸下去 AMD昨天晚上最高跌7% 台北股市今天也重创 只要AI有如家绍走廊一样 跟他一样惨 跌了两百多点 本来黄人勋来到台湾 现在在买东西 到处逛夜市 本来AI应该大涨 结果全部变成重灾区 跌得非常地惨 两百多点 大家都产生了信心危机 美国这次出手 无差别轰炸 怎么这么精彩 美国这次无差别出手 真的可以封锁 中国的AI产业吗 因为联盟多 经过这一个多月的调查之后 发现华为有很多的通 很多的方法 无鬼搬运的方法 可以买到东西 因为他调查 一个多月之后发现 竟然有120台的ASML的DUV 竟然留到中国 虽然不知道买主是谁 但是发现全部留到中国 120台 比台积电现在拥有数量何多 而且他是做14奈米的 发现说 现在虽然粮率很低 但是深圳市政府还给他 300亿美金的补贴 等于你不管损失有多大 你一样可以做出晶片来 这就是发现之后 300亿美金 对 将近一到台币来补贴华为 让他量力很低 你产生的成本很高 但是你一样可以补贴 把晶片做出来 所以美国是怎么发现的 发现你有五个方法 包括你偷买 包括你找代理商 白手套 甚至成立空投公司 从国外买进来 所以他这次为什么要赌 连40个国家都要赌 20个国家买设备 全部都要赌 因为我发现你还有路可以走 而且连台湾 这些半导体设备商 你做一些污水工程 半导无城市工程 我全部都要管你 所以你说上次 点名了四家厂商 从越科技 汉唐吉城 雅湘 还有细科红尘 这是有意义的 你做一些冷冻空调 做一些废血处理 都算有益 因为你要敲山政府 告诉别人 我把这条红线画在这里 你要继续绕道 偷偷跑去跟中国帮忙的话 我全部都会处罚 所以王美花也站出来声明说 如果以后再抓到 一律要罚2500万 但是这条线谁画的 还是雷蒙多画的 因为他发现 你有这些无鬼搬运法 还是要限制 那为什么要这样限制 他发现说 中国在8月 还是公布了 中国AI算力的成长 他要不是成长一倍两倍 到2030年要成长500倍 世界会分成两大阵营 中国主导跟美国的 所以这变成是 两大阵营的对抗 当然要无差别的限制 而且每一道缝 都要把它塞得非常的紧 不让中国有一丝的机会 NVIDIA的这个老板 黄文鑫到台湾 你说他本来不应该在这 这个时候他应该在以色列 是因为以色列出事了 以色列出大事了 所以他才先到台湾来 而更关键是 他本来有一个公司叫麦伦 麦伦这家公司 老板 这个是他的老板 这是他的伙伴 这是他的女儿 他的女儿刚刚讲的 就是在祝蓬节的时候 被这个杀害了 就是参加所谓的户外活动的时候 被杀死 而且他的员工也被绑架了 而且现在更严重的是 整个辉达本来是麦伦科技的 他说过麦伦科技有3300个员工 现在有400个员工 可能要 已经被征召要去打仗了 麦伦在2019年的时候 本来他是 他是甲骨文的子公司 他是从英特尔的员工 离开英特尔创办的公司 英特尔在 他是英特尔员工出来创办的 对 我们知道以色列 其实在晶片技术上 非常的先进 Pentem CPU 其实就是用以色列的圣地 班尼斯就黑门上一个圣地去命名的 而且是在以色列开发出来 所以长期以来 以色列在CPU跟晶片技术 非常的先进 而且你想说那个X86的结构 就是以色列弄出来的 对 整个Pentem CPU跟X86架构 以色列的实验室 其实引领了世界的CPU风潮 那这些员工离开之后 就串办了麦伦科技公司 所以英特尔也出钱了 出了60亿美金 60亿美金 1800亿台币 这家公司 新创公司其实相当的贵 本来英特尔以为十拿九稳了 结果黄仁勋杀出来 黄仁勋出了将近70亿美金 2000多亿台币 买了这家麦伦科技公司 你说NVIDIA是从英特尔的手上 把麦伦抢到手里面 盘刀夺碍 而且当时没有人搞清楚 黄仁勋在想什么 而且当年黄仁勋市值才910亿美金 他跟英特尔比 只有他的一半不到 现在他买了之后如虎添翼 现在市值超过一兆多美金 如果没有麦伦这笔交易 NVIDIA不会在AI这么顺利 而且英特尔你看 现在市值跌到 等于两个发展完全不一样 他是这样一路上去 他是一路下来 你说现在NVIDIA是1.12兆美金 但是现在英特尔 1506亿美金 当年是英特尔大过 亏打一倍 结果亏打还是敢去 买这家公司 买了之后做了什么事情 以前除了网络 AI伺服器的沟通 没有人想过晶片 可以晶片直接沟通资料 以前所谓的架构是 以比态网络架构 必须把大量的资料 封包之后 再由CPU来解封包 来所谓的进行运算 黄澜翔就想 想一个问题 我可不可以直接 让我所有的GPU 直接互相沟通 晶片之间 直接互相计算 直接沟通 对 直接把大量的讯息 大量在里面计算 结果那个麦伦科技 就是当年他买他的原因 你看到2018年的时候 其实就有高速运算 那时候他还没有买 买所谓的麦伦科技 他那时候就想要摆脱 X86架构 到了2023年 他发布一个技术 叫做麦伦 结合麦伦之后 晶片跟晶片互通了科技 整个大量的资料 可以透过 GPU跟GPU 直接透过麦伦的 叫做Infinite 无线平关技术 直接可以沟通 AI伺服器 才可以站稳脚步 不然只有AI伺服器 只有A100 只有大量运算 如果资料送不过来 也没有用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 高速传输的 所以这两个完全是 互相搭配之后 AI两只脚才站起来 郭先生 我们刚刚讲的都是 军事上面的 战争上面的 这个兵容相见 但你说你能不能跑财心 刚刚讲的 今天台湾的股市 就被洗洗了 我们的AI股 几乎全趴了 趴了就是因为 美国已经对中国 真正发动战争 今天已经刚刚讲到的 包括刚刚的NVD 你现在不是说 你的A100 H100不能卖 你都不可以卖 甚至现在不是只有中国 连你可能转过来 卖给中国的国家 你都不能卖了 现在整个台北股市 就像太平洋 像家绍走廊一样 被美国无差别的轟炸 所以美国科技股倒了 台北股市也跌了两百多点 为什么 因为美国这一次 是把所有的晶片 跟AI有关的晶片 全部都限制了 全部限制 所谓的降规版 特殊版 甚至连玩游戏的 绘图晶片 都禁止卖到中国去 而且还规定 40多个国家 你只要有买到这些晶片的 你一定要申请执照 你要美国同意 然后有20个国家 中国以外的 买半导体设备 你一样要申请执照 要跟美国来申请 才能通过 美国这样做 是让在一带一路 开峰会的 这80个国家知道 美国是一定会把 华为的电信设备 跟AI设备 完全管制到底 所以是无差别 在大轰炸 所以台北股市 今天是应声 跌了200多点 我们看到中国现在 在这个所谓的 一带一路的峰会 连普丁都去了 你说今天就观察 就是这群人 现在你现在站在 中国旁边 你现在站在 俄罗斯旁边 你就是美国 封锁对象了 我们知道 这80多个国家用的 其实都是华为的设备 或者是华为云端 AI这些设备 伺服器都是用华为的 所以今天 昨天美国是这样公布的 公布的是公布速度 结果一般换算之后 所有的NVIDIA 跟相关的代理商都发现 他A100 不只是A100不能卖 A800 H800 这些降规版 或中国版的 甚至连这个L40S 是玩游戏在一起 高阶游戏 全部都在限制 因为他把它换算之后 发现 这次怎么这么狠 这些晶片 全部都被限制 本来你是限制 A800 A100 H100 所以我现在NVIDIA 就为了这个东西 我弄了一个降规 搞了一个A800 H800 现在连A800 H800都不能卖了 而且不只A800 H800不能卖 其实NT Intel的特别版 中国版 或者是AMD的中国版 其实一样 全部都被无差别攻击 因为在那个换算表里面 全部都列在里面 不能有中国版了 所以为什么说台股 跟美国科技股 变成所谓的太平洋上的 加剎种 是因为全部都被轰掉 所以黄仁勋 现在在台湾演讲 一样 今天AI股 全部趴在地上 上次黄仁勋来到台湾 所有的AI股 全面大涨 这一次 他也是一样 到了台湾 AI股全面下跌 因为中国在办 一带一路峰会 美国是无差别风炸 所以今天几乎台北股 是一片产率 只要是AI有关的 台积电广达 华硕 记家 日月光星星 神达广达 全部大涨 你说美国就是选在 你一带一路峰会 来下这个手 因为要告诉什么 因为梅蒙多经过这段时间 四十几天的调查之后 发现华为所谓的有ABCDE 所谓的无轨搬运法 包括第一个偷买 偷买会被抓到 再来我找一个白手套 很危险 也会被抓到 假如两个白手套一起交易 还是可能会被抓到 再来我成立空投公司 跑到国外去买设备 买买所谓的晶片 如果不行 我买旧的来拆 那华为有没有做到 真的做到了 这段时间调查发现 有120台 埃埃斯摩尔的 三子外光DUV 它可以进润式 重复进润式的制程 它可以做14纳米 已经流入到中国手里 比如说华为 现在刚刚讲的 我用各种方法 或者中国用各种方法 已经买了120台的DUV了 对 这120台比台积电的总量 还要多 一个月可以做 5到6万片的 所谓的晶圆出来 那这会发生什么事情 它就真的做出了 M60的手机 M60的手机 再来它还公布 这个云端伺服中心 这其实是 一带一路国家都用了 它还说我的速度 我的网路设备 通讯设备 AI 比美国的还要快一倍 所以世界就会分成 两个阵营 我们来看 就是一个是中国主导 一个美国主导了 一带一路国家 用的是这个 所以为什么这次 要这么狠 连国家无差别供给 什么都要献下去 就是让这些国家知道 美国是敲声政府 所有的技术 所有的国家 全部能够献到哪里 ABCDEF 我全部都 每一条路都要给你 堵的死死的 董事长 刚才讲的 今天这个命令 一出来以后 全部的AI股 全面下跌 包括NVIDIA 都跌了7% 就代表 现在美国 这把刀一切为二 将这个世界 整个切开来了 所以美国现在 真正唯一有效的 可以去封锁 中国的科技 实际上一项而已 就是半导体 没有别的任何东西 那半导体 你看刚刚国志领讲的 包括他到市场上 去收购旧的 这个OSMO的东西 他无所不用其极的 去求生存 但是根本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美国 这个东西在短期之中 可能五年或七年 还是有效 因为目前来讲的话 中国跟台湾的这个 比如说他中心 跟台湾的台积电 要有个代差 这个代差的问题 不是光设备的问题 你设备有了没有用 还有你软体的问题 你还有其他的这些 周边配合 周边的要配合的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 中国目前确实落后的是 有相当的程度 那华为 他确实做了一个新的手机出来 看起来是可以 但是我听到他们高科技的 讲法不太一样 怎么样 他是 其实粮率非常低 非常低 原因很简单 华为那个粮率很低 因为很简单 什么叫七奈米 七奈米 它两个十四奈米的叠起来 那个缝就七奈米了嘛 你了解我这个概念吗 他是用这种方式 所以他的粮率非常低 大概25% 30%而已 而且他没有办法 大量 我们台信都是八成九成以上 大概25% 所以他们做不出来 目前确实华为 他们华为吹牛吹得比较大 真的目前这上面 确实中美国联盟多 这些封杀的效果 实实在在地发挥的效果 你说有效果 非常完全没有办法动弹 因为目前来讲的话 他如果再突破来讲的话 我觉得要靠 要靠他自己的科技的研发 要再自己突破的话 目前看起来机会还是非常 一定还是要晚个三年到五年跑不掉 我们这样子看到的是 全球的AI股全面下滑了 包括什么 回答昨天 他的股票居然掉了7% 为什么 因为美国竟然对中国做了一个 有史以来最严格的一个线链 本来回答你的A100 H100不能卖 算了 我弄了一个A800 H800 现在连A100 H800我都不能卖 甚至我连游戏机的一些软件 我也不能卖 还不止如此 包括刚刚讲的 以前你的EUV不能卖 你的DUV在这个准备 最初线可以卖 现在连最初线的也都不能卖 可是还不止如此 今天更夸张的 更多知道出来了 连中国 我不只是 电影中技后的华为 中兴 现在包括 我能听到没听 我的避认 摩尔现成 就代表 你被我美国盯到的公司 你不准跟西方来往了 抱歉 美国是铁的心 要把中国的AI市场 给完全封锁 所以他这次呢 我觉得他做的 比我们想象中都还要细 为什么 因为黄润轩原本说 A100 A800 H800 A100 H100不能卖 我用一个800系列 就没有800系列被封夺 就连他最先推出的一个L40S 也被封住 就他不是只有封NVIDIA 他连Intel也都封 他连AMD都封 他等于是全部都卖 封了死死了 全面都封 全部封了死死了 然后美国的这个 美国的企业的这个设备 不能够输出去 连现在艾斯莫说 最新的一款 最低借的 也不能够卖了 所以现在等于是 他把它封了死死了 外面都封了死死不说 他现在居然还点名 中国的IC设计 美国也把你列入 实体的这个清单里面 所以现在已经不是什么 包括我们讲的 你的华为 你的中兴 长江存储 越来越多了 这两家公司 一家叫做避任科技 另外一家叫做摩尔县城科技 那这两家公司 其实还算蛮厉害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特别是要留意 是避任科技 避任科技 它过去是做什么 它其实过去一段时间 它是做所谓的 这个所谓毒卡机 然后后来还做什么 我们前日不是在挖矿吗 对 挖矿就是其实 跟GPU非常类似嘛 它做这个挖矿机的时候 它当时还曾经 跟我们台积电下单 下单过去 它有先进制程 它有没有下单到 7奈米的这个先进制程 后来还下单给谁 下单给三星 三星不是说 他们有一家什么 这个三奈米的客户吗 他就说 可能就是这个避任科技 三奈米科技就是避任 所以它用的是 全世界先进的 这个所谓先进运算之一 用到三奈米了 对 那为什么 因为它事实上 它有所谓chiplet 我们现在不是在说 所谓的先进的 这个封装技术吗 它是全世界 它是中国率先使用的 而且它的这个算力来说 其实跟国际 这个NVIDIA那些 没有那么好 但是其实是 可以互相较劲的一个状况 就现在呢 美国都把你完全封住了 它列入实体清单 是什么意思呢 不好意思 你以后不能够 跟美国相关的 因为它这样封下去之后 美国当然不能跟它说生意 问题是 三星也不敢跟它说生意 因为它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 三星也不敢 台积电也不敢 就就跟华为一样了 台积电也不敢 所以它目前为止 来说顶多你可能在中国 弄弄所谓14奈米这个生产 你未来要用到先进制程 恐怕已经没有办法了 所以它就等于说是一个一个的 切断中国跟全世界 这些公司都往来了 对 另外一家就是摩尔线上 摩尔线程来说 它其实也是类似做这个相关的 这个GPU的这个产品 那它用的是什么 它用的是台积电的12奈米 目前用台积电12奈米 然后它效能大概是 约莫是六年前挥打的技术 但问题是它现在还能用台积电 问题是你列入实体清单之后 台积电也不行了 所以我就讲 事实上这等于是说 让这个中国在 这个所谓先进的AI的 这个发展上面 受到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阻碍 而且刚刚讲的 为什么现在习近平搞这个 一带一路 他真的已经跟俄罗斯 跟伊朗跟北韩 结成邪恶轴系吗 而现在美国刚刚讲的 它这个实体清单 这一次的制裁 不是只正在中国 任何我怀疑你会经由这些国家 进到中国的这些地方 我也全面封锁了 美国目前为止来说 封住你的未来AI的 这个发展的这个状况 那我封住 为什么要封住你 因为美国知道 你现在中国的经济 摇摇欲坠 我只要不要让你 发展未来的这个 这个趋势来说的话 我就可以封住你的这个状况 中国有这么惨吗 我跟他讲 中国惨况 比大家都还要更惨 我最近跟很多 这个在中国生活 或是从中国回来的 很多人都说 这个惨况 绝对是前所未见的惨况 连中国内部人士 都觉得相当相当的悲哀 那到底怎么样呢 悲哀到什么程度 今天我们就看一个东西 叫中国的A股 还有中国的这个股市 又破了今年的 又是算了 这个半年以来的新低 可是他不是在要救股市吗 对 他不是说你不能放空吗 你怎么还救不了呢 强力的这个救市 就还是没办法救了起来 就连目前为止来说 香港股市 也都被往下拖了一个状况 台湾已经很惨了 台湾最近股市不是很好 可是香港股市跌得更重 搞不好各位 过未来一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台湾股市的这个家园指数 会比香港指数还要更高 好那为什么这样 因为中国的外资 一直这个资本在一直在流 流了490亿左右 也就是说 大家完全不信任你 那完全一直不断的资金 往外流的状况 所以也就是大家对 未来中国的信心 经济信息都相当相当的低 中国现在已经用了 所有的手段 防止资金外流 对 八月份还流出了 490亿美元 完全没办法 那我们知道事实上 之前不是在十一长假吗 十一长假他们不是出游吗 出游来说 中国原本文化部来说 这次我们要好好的 中国要好好的出去玩 然后刺激这个商机 就被他们公布的数据是 2019年的时候 人均消费是118.7 那今天公布的是114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相较 因为这三年的时间 是疫情的关系 疫情关系当然是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它对比的是 疫情前这一年 那剩一年大概是下降了 约3.9% 也就是说 中国目前今年 而且今年还是 他都要求你不要出国 在中国好好消费 结果这样的结果 还是这么的糟糕 所以它事实上 目前为止 中国的消息 都是相当相当悲观的一个状况 不是 这一次我看到一条新闻 我本来以为是假新闻 结果搞了半天是真的 中国有一个航空公司 不是要提供飞机餐吗 对 当时你看 它那个飞机餐 都是饭头 对 然后饭头以外 它有一个榨菜 一包榨菜以后 有一个白菜 对 我以为这是恶作序吧 是 然后我就看到航空公司 很认真解释说 没有 我们这不是馒头 对 有的馒头 有的是花卷 对 那不是一样吗 对 没错 那他们弄成怎么样 人家就说 这真的是这样吗 飞机餐里面来说 居然吃 有馒头啦 有花卷啦 好像还有包馅的这个包子 或者是馒头之类的 结果没想到 这个除了这个 还有一片这个白菜 白菜叶 白菜叶这个地方 那他说为什么会有白菜 他会为了防止 这个在加热的过程里面 来说的话 这个馒头的这个 它可以吸水 然后馒头还可以保有 水嫩的这个感觉 这样 所以他有加了一个白菜 白菜不是要让你吃的 是要吸水的 然后同时还有榨台 在这边让你配 所以他事实上 真的是这个样子 那不只航空公司 在搞这个所谓消费降级 你看 这个我们那过去一段时间 他们都要鼓励内需产业 那贵阳就有一个旅游 就说你居然没有买 这个导游小姐 你居然没有买东西 结果没想到他就停留在 某个服务区里面一个小时 然后就说你不买的话 不买不能下车包 我就丢下你们 那你看我们就讲 他们今年说是要 鼓励大家去玩 可是你听听到 从这个山东 这个北海这个 北海这个银滩这个地方 这个算是知名的旅游经典 然后十一长假之后没有人 另外一个三亚也是 三亚事实上 今年的这个状况也不是太好 那甚至很多景点来说 这都是我们 这个去找到很多画面都是 完全都没有人 那甚至商场空闲到什么程度呢 空闲到摊贩之间 已经在那边聊天 那你看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今年的这个状况 是很糟糕 可是我必须跟大家说 现在不是最糟糕 恐怕明年会更加糟糕 好 国队刚刚讲到的 美国现在真的下了重手 下了重手以后是 上穷碧落下黄军 全面封锁 不但是封锁中国 任何 你要透过其他地方 第三地转进中国的 我也全面封杀 所以刚刚讲到的 现在很多中国的创新产业 或者中国的新产业 都已经被担命做记忽了 对 美国这次的经济科技战 是连自己人都不放过 而且对中国人 连小孩都不放过 现在是赶尽杀绝 斩草除根 你就是刚刚冒出来的企业 我也杀 对 除了美国的自己的英特尔 M&MD挥达都被他惩罚之外 因为都会被禁止之外 这一次公布的13家 所谓的包括摩尔科学必认 其实都是非常年纪 第一个特点是 他们成立最多也不过四年 另外一家三年 都是新创公司 四年的公司 三年的公司 我都不放过你 对 当然这些公司的背景 创办人背景都很厉害 要嘛不是挥达出来 要嘛就高通出来 都在那边做到副总裁 或十几年的经验 技术非常的先进 而且梦想非常伟大 就是希望做到美国的挥达 这样的梦想 或英特尔的梦想 梦想很伟大 但是实际上非常的骨感 我们来看到 他们做出来的产品 喊出来 不管用台积电的12奈米 14奈米或7奈米 做出来 这个是MTT S80 就是摩尔现成的 对 国外的玩家实测之后 得到的结论是 这个卡虽然是用7奈米的 用GG就是台积电的制程 但是结论是 这是垃圾 垃圾 对 用7奈米 用台积电的制程 结果跑分是垃圾 所以这是网路专业评价 讲这两家公司的评价 包括摩尔跟必论 第一个是垃圾中排名靠前的 还是垃圾 是垃圾之王 还是不简单 能够英特尔跟辉达 PK做出绘图卡 其实还是相当厉害的 再来 笑容不是说 能够打上1080吗 结果他还是垃圾之中的霸主 还是垃圾 但是能够做出垃圾 跟不能做出垃圾 还是有差别 可是如果说你这么弱 你完全没有影响力 你只吃个垃圾 那美国干嘛要封锁呢 对 美国为什么封锁 就是一个小婴儿 小孩已经成长了 因为理论上 实际效能虽然不一样 但是西台湾至少从零到一了 西台湾从零到一了 中国已经实现 绕过所谓英特尔 跟辉达的技术壁垒 自己做出绘图卡 虽然被 这是电玩玩家 不是AI玩家 被电玩玩家评为垃圾 但是他还是做出来 能做出垃圾 是不一样的 所以现在美国不是说 我要杀你 现在有威胁我的 你可能威胁我的 我也杀 这种公司就像在 强保中的小婴儿 美国一样 在经济上上 没有什么浪布的机会 一样要赶尽杀绝 展手 卒哥 免得你长大来报仇 超会回答英特尔怎么办 我在你说 中美的对抗 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因为他们最新的禁令是 已经不留任何晶片活口 对 这次是赶尽杀绝 连自己人的生意也砍掉 因为 赶尽杀绝 为了中国这个大市场 AMD 英特尔 或者是辉达 这些都有所谓的降规板 他连他这个生意都踢掉 不让你做 而且40个国家 20个国家 他都规定 你不可以买卖晶片 买卖设备 等于赶尽又杀绝 而且这一次还斩草又除根 所谓的华为这些大企业之外 他还公布所谓的 中国新创企业 这些都很年轻 三到四年 等于三到四岁的公司 13家IC设计公司 也全部都进 三家 这刚刚萌芽的公司 全部禁止 对 所以赶尽杀绝 斩草又除根 这些公司其实 没有华为这么大 都是新秀 而且还在强保中 因为产品才刚刚问世 然后这些公司 有强力的技术团队 因为很多都是 要嘛做到NVIDIA 副总裁 要嘛是高通做11年 其实都是很精通 GPU这个世界的 所以做出来的东西 势头都很强 喊的话都很吓人 7奈尼 号称算力是全球纪录 再来说是NVIDIA两倍 哇 很厉害 可是真正实测的话 国外的电玩玩家 实测所谓的摩尔 这次被进了名单的 GPU汇图卡 结果一算 发现跑的速度 跟3000块的NVIDIA的板子 差不多玩游戏用的 而且你耗电是人家 八倍吃电的大怪兽 一定会很烫 这个中国晶片做出来就这样 再来你很多东西 跑不了游戏不支援 结论是 这是一张垃圾卡 那如果是垃圾卡 你干嘛还那么紧张 对于这些专家也讲出来 这些虽然是垃圾卡 但是你要避过 Intel跟NVIDIA的技术壁垒 或专利壁垒 其实很困难的 所以在垃圾里面 你排名是前面的 是垃圾中的霸主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真的把GPU做出来 而且还可以玩游戏 所以至少西台湾 是从0到1了 这是网络的评价 所以这些电子垃圾 这也不是等闲之辈 排名是靠前的 你说至少做出来了 对 至少从0到1 有1了 所以美国是看到连1 这样的婴儿企业 因为你刚刚就像黄任勋 小黄任勋已经压压学矣 开始讲话了 我一定要把你扼杀在摇篮里面 不然你长大以后来报酬 怎么办 因为你有一天 可能会超越美国 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美国是不留任何空间 完全不留空间 而且这一次连GPU 用了很大的挖矿场 他也找出来 他在美国 全美国找出12个州 已经用了300万户电的 这些挖矿场 抓出来说 你这些可能会 危及我的国安的积序 包括五角大厦的资料中心 包括美国的飞弹中心 它都 中国已经设了很多的 挖矿场在里面 有可能会广路攻击 所以美国这一波 连这个也要把它完全端掉 至少 最近中美之间 发生很多的事情 特别是 最近Dome93 双极潜见在黄海沉没 沉没的时候 里面有多少的官兵 里面到底发生什么状况 竟然被巨细迷意的 公布出来 你说这件事情 要把CIA的局长 伯恩斯之前讲的话 公布出来 当时伯恩斯讲说 我们已经对中国 完全布建完成了 当他讲完这句话之后 你说中美之间 就出现很多怪事情 他们在这个伯恩斯 放完这个话里以后 美国 没跟他讲 中国中国所有的内部情报 军事情报 美国居然一个一个 把他给抖出来了 没错 目前为止来说 中美之间 这个情报站做到什么 做到什么程度呢 似乎看起来的话 是美国把中国摸透透了 摸透了 对 为什么叫摸透透 你可以看到说 之前美国的这个大学 他们相关的这个报告 不是公布了火箭军的情报 对 把火箭军 你所有的注点 你看 FACE 61 65 所有注点都弄出来之后 好 你那个指挥官是谁 那半排有多少人 那甚至这个飞弹里面 是东风21 东风多少型的 他都把你弄得清清楚楚 所以他怎么会那么清楚 所以你的编装 全部都公布出来了 那除了这件事之外 最近不是两个人最重要吗 一个是李尚虎 一个是秦刚吗 秦刚他都不见了 保洁你怎么注意到 黄海街日报 还有Financial Time 就丢出来说 他是什么代理运母的事情 这个他们怎么会知道 是这件事情 紧接下来的话 洞九三 目前为止来说 从谁开始发动 从英国的美日邮报 还有泰晤士报 现在连法国媒体 都公布出来了 法国都跟上吧 所以就告诉你 这就是为什么会知道 当然是美国的情报嘛 还有最新的是什么 最新的 连台湾 我们台湾都被盯上了 你知道台湾都卷进去了 台湾都被美国CIA盯上了 伯伦伯说 你有四家公司 帮中国建厂的状况 你要好好调查一下 大家想怎么这么多事情 美国都完全那么清楚 简单的来说 博恩斯就说了一件事 博恩斯之前在美国国会说什么 我们2010年的时候 这个情报人员当然流失 我们不是在节目上讲过吗 在CIA里面的这个 这个算是失败 给了非常多中国的资料 中国你里面挂了 这个哪些情报人员 很多 不是我们曾经讲过吗 有些中国的这个spy 是美国安插在里面 不是在整个中庭里面吃东西 被枪激动之后 整个脑僵爆出来吗 就是那时候发生 当场行刑 对 当时大概 美国在中国的间谍 大概有四五十个人 三四十个 全部都被干掉 被一网打尽了 所以当时这样 造成非常大的 你看有三十多个人 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当时美国大概情报 完全被歼灭 所以你们记不记得 有一段时间来说 好像美国没办法获得 中国那么多的这个情报 可是你看 从最近这些事件来说 是不是暗示什么 美国已经把情报网 都重新建立起来了 所以你看他就讲嘛 我们已经取得进展了嘛 这个努力工作中 确保我们拥有 非常强大的人员情报能力 充分补贴我们用 充分补充 补充我们透过其他手段 获得了亲资 也就是说他说 他在美国国会说的 我们在美国 中国的情报网 大概已经建立了 好 那另外就是 彭博点名了台湾四家的企业 帮这个华为建这个金源厂 建金源厂 大家本来就会 这有什么了不起 他又不是这个所谓的 晶片的高端设备 他什么 我帮你盖无城市的 我帮你盖机装的 我帮你盖厂房的 盖机装的 盖厂房的 盖房子的 那有什么了不起呢 我居然全部都点名 全部都点名也就算了 他居然还打给我们台湾的 一个学者 他还特别跟那个学者讲 你知道吗 里面全部都是台湾工程师 里面全部都是台湾工程师 我们要问说 他在盖房子 可以让人随便进去吗 如果不能随便进去 他怎么会知道 彭新旭 彭新韦 这些的厂子里面 里面都是台湾工程师 而且我跟你讲 现在中国的保密最严格的 你觉得会是哪个企业 华为嘛 对 因为华为现在做任何事情 美国都一定要吃 所以我相信 华为的他协同的公司 一定都是保密房地 也做到最严格的程度 那为什么 Bloomberg会知道这件事 Bloomberg说是 我们自己去调查的 那你相信是他自己调查的 当然不是啊 他就说什么 彭新韦 这个已经被美国制裁 我们亚翔 崇越 还有这个 这个细科红尘 帮他做事情 然后还有彭新旭 那这个是 包括亚翔 还有这个 这个细科红尘 帮他做事 然后还有一个叫 申维旭 这个我们的汉唐 帮他做 那你知道 这怎么点名那么详细 那Bloomberg是说 我们这个 我们直接的这个调查里面 然后去发现非常多 然后把他的照片 都弄出来一个状况 我就跟他讲 这几间公司 是中国的绝高机密 他不可能让你随便进去的 所以尤其是 你是Bloomberg的调查机长 他怎么可能让你进去嘛 那每一个在中国里面工作 搞不好这些公司 完全都被签所谓 保密协定 你根本不能讲 你觉得中国有可能会 让这种事情泄露出来吗 这个美国要打压 我们现在在建立一个 绝密工厂 要排除所有美国的供应链 美国当然想知道 这是中美之间最重要的 科技占着这个重心点 所以说现在台湾 不但是我不能去帮你 等于说 等于把卖晶片给你 不能卖设备给你 不能卖原料给你 我现在连基础设施 都不能帮你做了 那他其实 为什么美国要公布这些 我跟你讲 美国其实是留一手 为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 其实没那么重要 但他让你知道就是什么 我知道你里面在干什么 我在盯着你 而且你台湾厂商 敢给我做什么事的话 我绝对会给你教训 而且像我们这外号人看了以后 我不觉得 Bloomberg里面可能就是采访 采访还才知道说 这些厂商去帮他忙 可是刚刚讲的重点在 你怎么知道这些厂商 刚刚讲这些厂商 你只能从外面看 而且他戒备深言 在这样的戒备深言的状况下 你怎么知道 里面有多少的台湾工程师 我只要讲一件事 大家都知道 我们之前 马英九总统不是要去看 苹果在龙毯里做厂吗 苹果公司不让你进去看 不让马英九进去看 而且我们相关人士要去采访 我们之前采训杂志 尤其采访的时候 全拍照之后 你知道 他们工程员就跑出来 他们里面的房屋人员就跑出来 叫你把照片删掉 你才拍个照 对 就叫你交出底片 你觉得中国不会这样做吗 所以他到底是怎么取得这些资料 我跟你讲 这绝对不是彭博社能够做的 我认为这绝对是美国 绝对是他们取得非常多资料 把里面的 我跟你讲 你不要说 为什么这个好像没有很重要 不是 我跟你讲 他工厂里面来说 他能够取得这些公司 表示其他公司 他也都有 他很完整 他只是第一次揭露这些公司 如果你台湾不做 接下来的事情的话 先警告点 我就会点名出来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台湾 我们一开始说 我们只是涉及什么 低阶的技术 环保废水处理 不涉及关键技术 我们会来会持续向场上宣导 外国的相关规范 可是你看现在不一样了 后来五号的时候 这个日经亚洲说 我们国家可能要制定所谓的 不能够绝密 不能够外流的这个资料 所以我们要弄一个 关键技术清单 对好那紧接下来的话 经济部今天就说 我们要开始调查 如果真的违法的话 要发两千五百万 你看为什么突然间转变呢 因为美国一定在后面 给你施压 这些工厂 我盯了这么久 就你们居然还在里面 跟他们在往来的一个状况 而且我们去调查以后 才发现更可怕的是 像这些彭新伟公司 这些等于说 华为的外面的子公司 他们刚刚的画面 原来他们在盖场的时候 就被盯上了 原来就已经有很多的卫星照片 从无到有 从舰场 所有的东西 都在美国的眼皮底下 现在美国对重要的公司 就是华为 我为他做到梦完之后 我都排列弄了那么久 我有可能让你在那边 弄出你自己的竞争场吗 所以我们就讲 事实上他在2021年的时候 这个彭新伟 这次被美国点名的 他在2021年的时候 取得土地 在深圳 对然后深圳又把它列为 重大项目 那你知道这个有什么 好了不起 我跟他讲 后来美国就开始丢出很多照片 这是美国的照片 一开始的时候 这还没有开始盖 你看他目前为止 先整地完成了之后 当时还有其他的一些建筑物 后来你把它整地完成盖之后 美国都一直在盯着你 天啊 连你盖厂房都有卫星照 这个地方以前是这样 还有青山绿水 这个地方 他把它挖掉之后 我一直在盯着你 所以我一直看 一直看 结果你 台湾人你在干什么 你在搞什么 你怎么会跑到里面去啊 那这次 我们知道 事实上这个布鲁伯的报导 后来他问了一个 我们台湾的学者嘛 他说了 美国人特别强调说 为什么在里面 有那么多台湾人 为什么在里面有那么多 他讲了三次 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美国对这件事 是相当生气 他说 你明明这个 这个飞弹瞄准台湾 为什么台湾帮他做 所以我才跟你讲 我们现在真的要 尖壁琴 美国都已经把他 态度跟你讲了 如果你还敢这样做的话 我绝对会 可能会对你毫不客气的下手 而且布鲁伯还讲说 现在刚刚讲的 现在有很多的厂商 透过这种私底下的管道 帮华为去 绕过美国的制裁 去建构他的晶片 而且你知道很有意思吗 事实上 这个最近的美国的媒体 报道什么 他说他有很多秘密管道 他还点名了很多国家 譬如他说 有从马来西亚的啦 然后有哪些国 他都把他讲出来 所以告诉你什么 他这些都是在 警告这些国家 你敢怎么样的时候 我就会对你怎样 所以事实上 美国现在的态度是不一样 另外一个我跟大家讲 因为你要想 这不是很这种科技的东西吗 照理说应该是由 美国的半导体协会来主导 但是你知道吗 我之前跟美国半导体协会 接触的时候 我就问他这个问题 我说你们现在美国 对中国的这个兼闭亲眼 到底是你们跟中国政府说 是哪些公司吗 他说不是 他说完全都不是 他们完全插不上话 目前为止是美国的CIA跟FBI 他们所有的单位 在处理这些事情 所以半导体的事情 是美国中央说了算 对 为什么这样说 你看这个华尔街的报道 你看他说被拉黑的中芯国际 与美国业务往来 依然火红嘛 也就是说美国的民间 还是想跟他们做生意 譬如说你看像高通 高通就说他们高通 有被他贴出来一个影片 就高通的这个 所谓高级的副总裁陈若文 他其实之前也是 他是台湾人 然后去那边当了这个 就他说什么 希望有一天能够看到 中芯国际在美国制造一座 建作一座 所谓制造晶圆代工的 这个晶圆厂 就这文章 被美国翻出来说 你怎么说这样话之后 他已经把这个 YouTube下架了 所以事实上现在怎么样 美国其实他们对这些 所谓企业完全不信任 也就是说美国现在是用 国安的力量 要搞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 等于是从军事 商业 整个民间 这是你的政府内部 美国全部打进去了 我就讲嘛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这个产业界 美国大概完全摸透了 另外就是我们讲 事实上这个所谓 冻酒三的这个商级的 这个核潜艇的这个事件 你可以看到 最早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 现在这个事情 大概越来越底定了 最早是美国 英国的美自由报 泰晤士报报 我们就觉得很夸张 就没有法国报媒体 回声报 还有这个观点杂志 也都报 所以现在英 法 两个国家的主流媒体 都已经报出来了 所以大致上 他们国外的整理出来 就是的确发生了这件事 那这件事来说的话 如同英国媒体说的 大概就是因为 在海底里面来说 他们的换气系统出了问题 导致他们出现一个 55名军官 还有这个所谓 相关的这个 尚未阵亡的一个情形 而且他们还做了 非常清楚的情报分享 刚刚吴同意讲说 现在菲律宾不是吧 你等于说你的缆线 你等于说是 主缆船舰的缆线 我把你给剪断 大海茫茫 你怎么剪缆线 美国没有提供方位 你怎么剪缆线 还有现在 菲律宾居然可以 顺利的运捕 给马德雷3号 这个运捕完全 是在中共军舰的 这个空档之中 穿越过去 没有美国的情报 你怎么能够穿越 没错 你看最近这个菲律宾 好像对中国突然强硬起来 包括剪断 或者说 整个所谓障碍物 你们弄在这个 仁爱礁前面的 我把你完全清除掉 另外就是说 我们要运捕马德雷3号 我们可以突破 那为什么能这样呢 当然它获得很多情报 那些情报是来自哪里呢 现在有传言说 美国会分享给他 加拿大也会分享给他 各国都会分享情报 给这个菲律宾 让菲律宾在处理 这个南海问题的时候 更有一些底气 好董事长 下一个今天就特别提醒 很多事情的变换 就在CIA的局长伯恩斯 他今天已经没有阴谋 我就跟你扬谋 我就跟你明火直障的 告诉你说 你所有的东西 都被我掌握了 因为之前 我的情报系统被你破获了 我有30多个情报人员 跑都跑死的事 甚至有一个被你公开处心 当时等于说 美国在中国的情报网 一下子瓦解 现在我全部建构了 建构之后 火箭军资料 我把你丢出来了 潜舰资料 把你丢出来了 甚至你今天刚刚讲的 你华为的子公司 一般人没有注意到的 从开始的卫星的空拍 到你里面工厂 怎么样的执行 美国都辽弱之党 特别最恐怖的是 洞九三 照理讲 这应该是最绝密资料 因为潜舰从哪里进 从哪里出 它的航道 都是绝密资料 竟然也都被美国掌握了 我觉得美国这个中情局本身 它最后它是个综合单位 因为它各个国防部里面 还有军事情报 它各种不同的情报收集 还有科研单位的情报 所以它是一个很复杂的 一个作业的 作业的一个单位 然后它整合起来的时候 变成非常可怕的 一个资讯的怪兽 对 那我现在讲到这个博文斯的 博文斯这个人 他是在美国外交界 已经服务了将近三十多年 他当过美国在 当过美国的国务院的副国务卿 他是职业外交官 他当过美国的驻俄罗斯大使 他是非常厉害一个咖 那本身跟拜登的关系 非常良好 然后他接了这个CIA之后 就是他公开在国会 就听证讲 说我们从2011年开始 我们中国情报 整个被破掉 对 那时候 然后现在我们已经 逐渐恢复能量了 你刚才也提到 他能量整个展现给你看 对 然后你公开在国会讲 这个事情 然后你现在习近平 又要跟拜登见面 对 那我请问你那王毅 这种外交部长 他怎么处理 当然抗议嘛 你搞什么 你这公开等于就讲 你这公开在我们中国 在中国 不是我们 在他们中国部件嘛 插针买线 你这整个整个间谍网 已经架构起来 而且目前成績斐然 对 这是搞什么名堂啊 因为这个时间点太敏感了 因为刚好是所谓的 他们虽然没有政党轮替 但是在政权的更迭的过程当中 有一批所谓的这个江湖时代的一些的红二代 一些的继承的一些有权力的人 通通遭到了清算跟打齐 所以这些完全快速被吸收掉了 是不是 所以他第二部分 王毅提出抗议 但抗议并没有用 那目前看起来 他们这个习近平跟拜登的见面会持续进行 但你从刚刚提到这些 整个情报网的建构里面 你就发现说 他每一个部分做得非常好 尤其在军事情报部分 因为这个军事情报部分的东西 是非常迫切而敏感的 为什么迫切敏感 他如果不能够掌握 那么精准的东西的话 军事情报还有所谓的半导体的生产 目前他就是在让他 直言整个中国的经济 跟他科研的发展 他的国家目标这个目标 他摆明了 我跟你竞争 但是我想办法拖延你 而且他现在最过分是 中国现在有两个最神秘的部队 第一个是飞弹部队 第二个是潜舰部队 飞弹部队我把你所有的番号 你所有的被编装 全部公布出来 让你造成了火箭军的大成盾 这次一样讲的 洞九三 这一个我把你全部细节公布 连你倒怎么样发生事故 连你当时进行什么样的野趣 我全部都把你交出来 连上面55个人 55个人是哪些人 他的背景我也全部交代清楚 更可怕的是 台湾在这里面也扮演角色了 当然因为台湾非常重要 因为在台湾海峡沿岸 我们的台湾海峡 我们包括我们的 到巴士海峡 到我们 我们还有东山群岛 一直到太平洋 到太平岛 然后包括到日本的 到这个西太平洋这部分 所有的海洋的科学研究 我们是做了非常好的国家 我们有非常好的科研船 因为我们的科研船要干什么 去钓鱼啊 当然不是吧 把所有的洋流水温气流洋流的变化等等等等 它每一个不同的温层的所谓的盐分 它的这个整个PH的变化 通通每不断的收集 因为它是在变化中了嘛 所以现在这些的条件 科学条件的影响什么东西 影响你潜舰的进行的路线嘛 它要因为潜舰要有一个最 最安静的最富有 最安静的通过的那个路线 那那个路线是它会有变化的 所以这一次的最大的 这个对中国潜舰的舰队里面 在黄海最大的伤害是什么 就是它现在有可能把原来要阻挡 美国跟所谓的外国的浅舰的 侵入的这些的装跟毛 然后它居然它能够清楚的告诉你 知道你的动态 也就是现在中国对西方世界的 水下阻决测试 都被美国知道了 它现在告诉你是 它没有公开讲说我知道 但是我知道你在这边 发生的状态跟情况 然后我在菲律宾的 在菲律宾的海域里面 让你看到我破坏你这些的 阻挡阻碍事的能力 我的定位都让你看到了嘛 我在南海可以做到的话 我在黄海可不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 西洋的同样的一个科技的原理嘛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才让它非常的害怕 因为表示说我的潜舰的 整个进行的这个航行的路线 是被你追踪到的嘛 那换言之讲 你也可以运用它的中共的 潜舰的航行路线 做同样的路线的一个进攻嘛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当然它现在就变成头痛 所以一夜之间你看到没有 非常急速的把国防部长换掉 李尚福这些仗被换掉的 换掉 那然后把装备部要开始清算 要开始在追踪过去七年之内 因为他发现他的装备部分的科技 也可能已经被渗透了 是 不到这次事件的发生 因为最可怕的是 刚才讲 动物九三里面55个人 22个军官 7个戒系官 包括你有多少个随手 全部交代的新进处 连刚讲的七个戒系官 这些军官背景 还有一个居然是华盛大学 华盛顿大学的博士 专门研究洋流的 是 而且他们的所谓的 这一次的泰晤士报 所公布的内容 据说是跟这个中央军委会 报告给习近平的报告 完全一模一样 军委会的内部报告 所以这个我不知道 是不是确实 但是外面有各种的说法 但是目前来讲的话 我觉得中国解放军 在所谓的他的高层 跟他相关的 有一些被 对美国的军事 所威胁的部分 我觉得美方有充分的掌握 比如你刚刚讲的 火箭军潜舰 这是他最关心的事情 因为这个东西 他如果不能掌握到的话 在作战开始的第一集的话 因为这一次的 最重要是什么事情 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 的情报 对他黄海发生事情 对不对 他本来的任务是什么任务 本来是这一艘潜舰 是要跟海南岛的 另外一艘潜舰 他们要会合 他们会合做 做什么样的一个演习 要干嘛 他们要做水下的 所谓对航母的护航演习 这个东西都通通曝光 那美国怎么知道 他要做这个航母护航演习 他两艘 就是两艘在这边 能够中间能够搭配 然后协同作战 他有一个所谓的 他的攻击区 他在攻击区 那时候他要保护谁 他要帮谁攻击 其实是航空母舰 因为他的所谓的这些 辽宁舰这些 在巡异的过程当中 他的水下作战 必须要能够建构起来 否则那个航母 等于是一个大型货柜船而已 对 毫无意义嘛 所以这个是关键的东西 这个东西 包括这个任务的内容 也被美军公布 而且你说 英国公布 我们928 把我们那个所谓的 海坤号公布出来 也跟这件事情有关 当然 这就是deterrence 这是威责力 他在同一个时间 告诉你说 我美国 日本 日本还有 包括台湾 尤其台湾 这次台湾是很重要 因为第一线 英国 美国 台湾 我们的对你 对中国解放军的 水下作战能力 我们有足够的力量 能够破解你的 能够破解你的攻势 告诉我 台湾有这东西了 台湾所以在同时 他公布了这个海坤号 让你知道说 我有这个 我搭配我在水下的 所有这些声色 这些科技 有很多的 所谓传感器 通通都已经布局好的 所以你 你的中国解放军的潜见 要出这种事情的情况之下 以你的条件 你要来做 所谓的要来做进攻 或是犯台的可能性的话 你的困难度会非常高 所以这个海坤号的 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展示 是非常高度的一个政治目的 走 我们曾经谈过的就是 华为推出了一个 5G的7nm手机 而且刚刚讲的 市场觉得 你很烫 你的粮率很低 你的成本很高 你的生产量不多 然后你能够对这个市场 威胁并不大 可是刚刚讲到了 美国却高度戒备 今天刚刚讲 商务部是说 这个他们要采取 适当行动 保护美国国安全 而且苏利文讲 我们一定会跟我们的伙伴 来采取适当的行动 那我想说 有这么严重吗 你说这个东西 要跟雷蒙多的说法一起看 因为雷蒙多直接跟中国讲 我会卖你晶片 但是我要限制你的军事能力 任何晶片有关 跟你的军事有关 我就不卖给你 你说可怕的是 现在这个麒麟9000 可能就是雷蒙多所说的 限制中国军事能力 还有尖端晶片 跟军事结合的破口 没错这个MAT60 Pro手机出来之后 你想说这个哪有那么重要 不是说它7奈米的晶片 但是可能会过烫 效能没那么好 而且成本很高 但是你知道 美国的反应不是这样 美国现在是举国 在紧盯着这支手机 商务部说我们会采取行动 如果评估说我们要管制的时候 我们毫不愿意采取行动 保护美国国家安全 另外苏利文说 我们现在尝试了解 到底是什么 我们会有相对应的这个政策 你想说 这个华为手机有这么专项吗 有这么严重吗 而且这个问题出在这一颗晶片 就是麒麟9000S的晶片 美国去拆解之后发现到说 它约莫等同于台积电的7奈米的晶片 你或许呢 你要商用 你要做很多晶片 做到商一颗晶片不容易 但是你要做到几百万颗 几千万颗 是有可能的 那这会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恐惧 你会把这些用到军事用途上面去 用到军事用途上面去 这对美国的威胁就相当相当大 因为刚才讲的 美国对中国的封锁是14奈米以下 我就封锁你 代表说14奈米以下 只要你跟这个军事产业有关的 你就没有办法进行 美国可以在AI 可以在战场管理 可以在高速运算上面 甚至在AI上面 我可以遥遥领先 我可以压制你 可是如果709000 你进到了7奈米 那当时我要限制中国的军事能力 我要把这个所谓的晶片 作为一个割喉战 对 就办不到了 对 世上天蓬多之前说嘛 他们想要用到军事能力的晶片 我绝对不会给你最高端的 但是问题是 中国也可以生产出7奈米的时候 这就会对美国形成一个 非常强大的威胁 所以它不是商业问题 它是军事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跟他讲 现在美国本土境内来说的话 其实他们最先进的制程 是20奈米 所以美国国防产业 它要直接下单到台积电 但是按照美国国防部 目前最先进的 大概是用到14奈米 跟用到7奈米而已 但如果中国也可以用到7奈米 就差不多了 对 那是不是对美国来说 是非常大的威胁 所以美国会担心 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为什么它要加快 为什么它要把台积电 弄到美国去 因为台积电现在是5奈米啊 也就是说 我这样才能够保持领先 就没想到 你居然可以做到7奈米 我们就说 中国都一直是军民合用 中心的机面 可以用到这个台积 用到这个中国的 这个军事行动上面 美国不行啊 美国说是我要另外设计啊 问题是美国设计 现在就是14奈米跟7奈米啊 所以说华为 如果有一个7奈米 对 那中国人民解放军 就有一个7奈米了 对 这为什么美国 会那么紧张 那因为为什么 因为美国现在一直在发展 很多无人机的 这个飞弹的这个计划 还有无人机计划 这些就是用到比较先进的 可能7奈米 甚至接下来5奈米 问题是目前为止 美国也刚在发展 中国它如果做得出来 它可能技术 也跟你在伯仲之间 这对美国就形成一个 非常巨大的威胁了 这样我就懂了 为什么这么一个小小的手机 一个7奈米5G的手机 会变成美国的国安问题 而这个时候 美国在今天马上就突出来了 第一个 苏利文对这个表达一切 我们会有反制措施 另外就是 美军的low shot计划 今天正式展开 对也就是说美国现在 因为他们有无人机的很多计划 他们当然是要把握 这个所谓军事上面的领先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 这些low shot 对那你知道 实际上这个华为 为什么又引起美国的注意吗 我们知道原本华为 只有推出这个60 Pro 这支手机 但它今天又推出了几款 它又来了 60 Pro Plus 然后还有X5 还有Mate 60 保持人知道 这个是折叠手机 就这样这里面来说话 都有这个搭载 麒麟9000S的晶片 所以我们或许呢 认为说 它可能没办法量产 它或许量产的数量 可能比我们还要更多 这又会更加深了 美国的恐惧感 所以真的是 华为 中国对美国叫板 所以呢 那不再叫板 我是直接 直接对向雷蒙多了 我们就讲 这几天中国多嗨啊 你看这个 央视的这个视频 你看这个近日雷蒙多访华结束 深圳自己是对华 最强硬的商务部长 而雷蒙多为华为代言的 这个海报 在外媒疯传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影片 你看 央视还讽刺他 那甚至还有中国 他们还有人买这个 时代广场的广告 你说 这个 这个是在时代广场 这个是在时代广场 对 你看你看 华为 Mate 60系列 然后雷蒙多 你看 全球代言人 雷蒙多 他们还直接去那边 去时代广场买了一个广告开门 广告开门 居然讲 雷蒙多是华为的代言人 所以就是他说 事实上中国把这件事也试为 很刻意 非常重要 好 那我们就讲 现在全球都在拆它的这个晶片 那这样 人家就说这个 你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 中国做 中国还给你 试出非常多的照片 这照片是什么 这是麒麟9000S 在封册的这个画面 你看 它就是一个晶片 然后把它打上这个一样 打上这个外壳 然后把这个数字都打上去 你看它封装了这个照片 另外一个 全世界还去 这个美国的take inside 它是这个全世界最会拆解 它去分析它的这个 它把它 我们说它是几奈米 这个我们说了不准 抱歉 你看它是用显微镜 显微镜放大放大放大之后的 这个状况 大家可能看不懂 所谓的奈米数就是 它这个 这个之间的这个 间隔是多少 你最小能够做到多少 3奈米就是3奈米 7奈米就是7奈米 他们的测量之后 最小可以做到7奈米 虽然约莫秀 等于是7奈米 甚至它部分的架构 可能已经有三星5奈米的 这个水准 所以就是你就知道说 这个就这个导致什么 导致人家就说 哇原来三星 你的5奈米是不是 人家号称的 就是只有7奈米 所以今天三星股价 也出现一个下跌的状态 三星股价下跌 跟华为的手机有关系 对因为你号称的5奈米 似乎就是华为说的7奈米 也是等于台积电的7奈米 被人家抓出来 最大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这个麒麟 9000S的晶片 可以是掀起了 这个全世界半导体的 这个超天巨浪 所以说不是美国政府 连美国的等于说 所有的网站 它全部 咱们看 这是用超 等于说用显微器 竟然这么仔细地拍下来 还这么仔细地去计算 对他们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你知道说 事实上这个技术来说 对全世界来说 都非常惊讶 好了我们刚才讲了嘛 刚才美国不是有一个 long shot的计划吗 long shot计划 它这种无人机的这个 我跟大家讲啦 目前为止的无人机 大部分都用到 所谓的这个14奈米的晶片 但是如果你上面需要 AI的话可能就要用到7奈米 所以是5奈米的这个晶片 好那这是美国DAPA的一个计划 它目前为止来说 跟通用原子公司啦 还有洛马公司啦 还有洛斯洛普格鲁曼 他们签什么 我们未来在这个美国 要发展所谓的自主性的无人机 这无人机要做什么 宝贤你可以看到 这台无人机 它可以自己搭载飞弹之后 自己发射出去 它是AIM-120的导弹 就是说它自己飞到前线 自己发射飞弹 它自己决定 对自己决定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可以搭配F35的啦 还可以有大型的侦查无人机 他们有多种载台 多种功能的无人机 所以我们这些曾经介绍过 美国用MQ-9 猎杀苏雷曼尼 到苏雷曼尼是MQ-9 在空中观察 空中观察了以后 我就一直跟着苏雷曼尼 跟着苏雷曼尼 我要确定你的方位 在远方遥控 远方按下按钮 我才发射了这个所谓的 地狱火的这个飞弹 结果今天这个Low shot就不用了 我直接到了现场 我直接就可以判断 我要看什么时间 对什么样的状况 发射飞弹 对类似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飞机飞出去之后 它可以自己判断 扫描之后 判断出哪些是我要攻击的目标 我就直接攻击出去 那美国的计划里面是 这有非常多种的无人机 在这个所谓Low shot的计划里面 那你知道 那我们就讲 美国现在到底怎么做 你看这是之前被人家拍到一张照片 F15的这个飞机 你看它旁边这个 就是所谓的无人载台 无人机在这个地方 它载着无人机飞出去 F15直接在无人机 所以现在为目前为止来说 美国的想法就是这样 甚至美国现在还怎么说 因为无人机非常多 飞出去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控制 因为假设 现在真的有一千台无人机 在外面的时候 你要怎么做一个通讯 如果完全都是跟这个 卫星通讯那怎么办 会乱掉吗 现在美国有一个想法 也就是说它里面有这个 相关的通讯设备 我飞出去 然后我在旁边就是无人机 然后它可以跟我通讯 我当成是个伺服器这样的状况 那这就在美国来说的话 你看未来美国的想法是 他们的包括说F35 还有这个第六代战机 一台战机搭两台无人机 然后再还有一个D21的飞机 当成是个所谓的伺服器 这样当成是个整体的 这个作战计划 出去的一个状况 而且之前讲过 我现在这个复制计划 或者是我要让你看到地域的景象 就是我在无人机的操控上 我要领先你 在无人机的操控上领先你 是我的遥控 我的AI 我的晶片 对 都要领先你 当然啦 所以我才说 为什么美国要那么重视 所谓的晶片这一块 你为什么你Mate 60 Pro的 麒麟9000S做出来的时候 美国那么紧张 就是他要看看 你的晶片到底能够做到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1000架的无人机 你大概 Umo只要三四千颗晶片而已 这个如果以中国人能力来说 它不是做不出来 它举国之力 都要给你做出来 那你知道事实际上 为什么美国现在呢 美国现在领先在领先什么地方 它在无人机的设计 无人机的发展上面 或许跟中国差不多 但是美国有一个地方 可能会领先中国 什么领先 就是它现在在 在乌克兰战场上面 不断地验证它的AI无人机 你说它的战场管理 对那事实上现在呢 乌克兰你看 这个目前为止 乌克兰在这个飞机上面 用的这个各式各样无人机 已经有好几百种 大家各国都把它 弄到那个地方去 所以它现在的 这个美国的什么 油荡 炸弹 各式各样的无人机 最新的全部都送到乌克兰去 给你实际印证 但是中国 中国有没有这样做 有 事实上人家 俄罗斯目前已经 有一百多种无人机 它无人机 人家也有号称说 其实很多是 伊朗送过去 很多北韩 现在接下来也说 送过去 但人家就说 那个里面搞不好 都有中国的技术 中国也在这个地方 中国也在验证 也在验证 所以说到现在 所以美国跟中国 都在乌克兰战场上 对 验证自己的无人机战术 互相摧毁 摧毁对方的敌后的设施 摧毁你的坦克 摧毁你的人员 还有摧毁双方的无人机 都是用无人机 在互相对抗 所以现在 事实上 这个乌克兰战场 就是验证美国跟中国 无人机 到底谁比较厉害的 一个时刻了 而且正如说 从这张主演可以看到 战争不一样的 战争不是说 我到了这个所谓的 攻击发起线 然后提一张快保前进 然后交互掩护 没有 我就一个人在远端 然后操控 这个所有的战场 所有的无人机 都在我这个滑鼠上面控制 摇杆上控制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从乌克兰战场上面 告诉你什么 其实目前为止 如果我们单比 那个无人机的性能来说 其实乌克兰跟这个 俄罗斯的性能 其实差不多了 但是美国 或是欧乌克兰赢在一项 就是这个整合的能力 它整合能力的确是比较好 那告诉你什么 AI能力目前为止 在战场上面来说 美国可以说是领先的 那这也是美国可以确保 未来我在无人机战场上面 能够赢中国的 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我们刚才讲的 华为推出这个 7奈米5G的手机 真的让美国紧张 美国紧张不是说 你在商业上 对我有什么的威胁 因为商业上威胁 我已经想过了 而且你要把iPhone赶出去 我觉得那对美国来讲 也是迟早的事情 可是没有想到 你真的做出7奈米的 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你总是做出来了 做出来的恐怖在于说 你有可能突破 我对你在军事上的一个封印 而这个封印 就是美国最害怕的 而这个封印可怕的是谁 就是梁梦说 他是把台积电的技术 带过去的人 对所以真正幕后 能够化腐朽为神级的魔术师 就是这个梁梦松 但是为什么 他真正可怕的是 我好不容易把你说的东西 都封锁了 都在挤指外光 我也不给你 只给你这个升指外光 梁梦松就是把变魔术 透过你说 重复曝光的方式也好 重复磕石的方式也好 就是把这个N加的技术 7奈米 至少它同等效能的7奈米 做出来了嘛 就算你笑我说 我的成本比你贵4倍 就算你说我的良率只有你一半 就算你说我没有把他大量制造 都没有关系 反正我做出来了 我的军事用途不用多就可以了 对因为他不是要量产 他也不是要做商业用途啊 他今天只是要 for什么 少量军事用途 代表说中国大陆也同样能够掌握到 现在对实际上 你说要AI也好 或者说我们刚才特别聊到了 这么多的新科技 它可以用土法链刚刚的方式 硬把做出来 而这个梁梦松大有来头 过去他们讲说台积电 那时候研发0.13奈米的时候 天启六骑士 叫什么 研发六骑士 其实它就是其中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员 你说这张照片 对台积电非常重要 因为这就是台积电的 研发六骑士 对因为03年的时候 他们出现一个状况嘛 他为了要研发这个 所谓的低电主酮的一个制技术 什么意思 他要把晶片越做越小 越做越小 越做越小 那时候在拼为行 而梁梦松就是其中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 但你说好 那梁梦松为什么后来 一路辗转竟然跑到韩国去 甚至最后跑到中心去 其实关键也是在这里 因为梁梦松是个 我们讲科技仔 他非常喜欢研发 他就觉得我就是要 努力的做这些新精制程 把晶片越做越小 越做越小 结果那时候 他刚好被派到一个任务去 让他非常不满 派到什么任务去 做这种基础建设研发的 换言之什么 车用电子 实物转换 要你做务实的 就是如何把这些先进制程 实用的 承受制程 转化成说 可以作为商业用途 但梁梦松他不要 他就是个科技仔 他就说我就是想要做这个 结果后来这个位置被谁拿走 被孙元澄拿走 研发副总的位置 所以梁梦松那时候 包括他陆续在这个法庭上 就是他后续跟台积电 法庭上 对 因为后续他为了说 到底这个 台积电后来告他了 告他 因为他出走 他09年的时候呢 他跑去哪里 因为最主要的起因是在于 他老婆 他老婆是什么 韩国的空服员 韩国空服员 韩国空服员 对 韩籍的 所以他因为这个英元 所以他就跑去三星了 英元几个关系 他是分层次的 没有直接跑去 他先去韩国这个 跟三星电子极堆关系的 这个原程管大学 去那边任教 那任教时间大概是09年 但台积电就怀疑啊 说从大概2009开始 2011年开始 韩国不一样了 三星不一样了 对 三星电子 你说什么这个 32奈米 28奈米 原本两率都很差 突然开始突飞猛进 然后后来果不其然 他在这个任教结束之后 真的进到三星去 而且当到他最想要的位置 副总 研发副总 研发副总 就是他台积电要拿 拿不到了 结果不其然 三星开始从这个28奈米啊 然后一路一路到所谓14奈米 因为制程成熟度 以及他的所谓的良率 变得很高 然后他们去调查 因为所谓这个晶片 它都会有类似指纹的东西 你要良率高 它有一个这个纹路的脉络 基本上骗不了人 后来发现说跟台积电很像嘛 你是顺着台积电路走的 对 所以台积电当然提告他 那提告他之后 这个梁梦松 直接在法庭上声泪俱下 然后他说 跟各位报告 我真的不是叛将 然后开始揭露说 过去他有多委屈 说他过去呢 曾经在这个台积电期间呢 因为被调换部门的关系 以前他在这个六楼是怎么样 办公室门打开 所有人都来跑台找啊 讨论研发啊 项目啊什么 门庭弱势 就现在不一样了 说调到那个冷压门之后 竟然八个月不给我事情做 然后我们门都关紧紧了 我根本不敢出去 因为所有人都不认识 然后我不知道是要干嘛 他说所以我根本不是叛将 我只是想要发挥我的所长而已嘛 可是他完全不懂 当时张忠谋对他的一个用心 因为当时张忠谋 其实叫他做什么 我们后来看到的资产照 现在你为什么台积电 可以进到了三奈米 为什么全世界刚刚讲 NVD这些一定要跟台积电合作 因为他们把进到了 先进封装的这个领域里面 进到了先进封装里面 虽然我要进到三奈米 进到二奈米我有点困难 可是我透过先进封装 我就可以大要进 这个就是现在台积电可以领先 三奈米可以领先 所有世界各国的人 当时就叫梁孟松 你研究的就是先进封装 你完全不了解台积电对你的用心 对 所以代表其实台积电的高层 看得更远 那个叫什么 超越某个定律嘛 他们早就已经料想到说 因为当时根本没有所谓的实用价值 也没有所谓的商业价值 但他们知道说 这个对于未来整个布局极为重要 所以让梁孟松这个奇才 去担任这后工作 但梁孟松他当时没有想到 他只觉得说 我应该要继续把这个晶片越弄越小 不过讲到说这个诉讼官司 其实更为有趣 为什么 因为当时诉讼官司是两个超级大律师 在对决 一个叫陈凌玉 另外一个是谁 代表梁孟松的是谁 是顾力雄 真假的 当时是顾力雄帮他打官司了 你说台积电的辩护律师是陈凌玉 当时顾力雄的委任律师 不是梁孟松的委任律师是顾力雄 而且顾力雄还真的帮他争取到权利 因为他们总共有一审二审到最高审 对不对 他当时全本在二审的时候 还帮他争取到说 确实你不能够泄密 但是根据宪法自由 可以保留他的工作权 他曾经还一度 在三星可以继续工作 所以你看顾力雄 现在顾力雄是我们国家 最高的国安台 我们的国家现在最高的国安 就是台积电的技术 不可以外流 一定要保护台积电的技术 保护台积电的技术 台湾才可以保护优势 全世界才要去 等于说保护台湾 可是顾力雄当时讲 他说梁梦松总是感到很无奈 好像把整个国家的产业保护 总是要牺牲一个人的工作权 好像这个人不工作 我们的产业就可以得到拯救 我就可以得到救赎 但现在 真的因为梁梦松 把美国吓死了 所以不知道顾力雄现在很后悔 你是国安当委头子 你设计所谓国家安全 晶片就是国家的安全 最重要的一道防线 可是当时顾力雄 确实是帮他争取 一路拖到2015年 就是说他2015年8月的时候 最后一次 可是梁梦松 2015年后来就离职了 最后我们看到 17年去哪里 去到中兴 所以才造就 现在整个中兴办老底 我们讲化古朽为神奇的 一个最重要的灵魂人物 好 提问 刚刚讲的是 当中国丢出了这个 华为的手机 就取过兴奋 刚刚讲的 虽然我们觉得 他在商业上 第一个你要重复曝光 你就要四台不同的机器 你要四台不进去 你就要四个不同的成本 还有你的时间也会拉长 在时间上面 在成本上面 在生产量上面 在良率上面 你都没有办法 跟台积电抗核 而且要讲 那是台积电过去 两三年前的技术 甚至有人讲 那是五年前的技术 可是美国的 刚刚讲商务部 非常认真 非常紧张 说那是美国的国安问题 因为这个7奈米 真的突破美国 对中国的军事封印吗 对 就是7奈米 刚刚我们提到 无人机14奈米 那7奈米 基本上来讲 就比无人机更加先进 那你想想看 中国到底是从哪里 拿到这个相关的技术了 是偷的呢 还是抢的呢 到底是从哪边偷过来的 所以现在美国在彻查 彻查什么 他们所有现在在反 这个所谓 切中国的供应链的过程当中 哪些地方是他漏洞 根本没有查到的地方 现在来讲的话 对他来讲 他基本上真的非常紧张 不过我还是觉得 中国常常耍这一招 什么耍这一招 故意让你美国紧张起来 然后突然间 你要不要来跟我谈一谈啊 因为我这边还有很多黑技术 可能也不知道的 就假故弄玄虚的概念 有点是真真假假 假假真正的概念 这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还在涉及到 中美过程的谈判过程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 现在美国不是要跟中国切吗 中国说你再怎么切都没有用啊 所以我还是可以拿到 你相关技术啊 所以全世界是一体的 是全球化的 所以你再怎么跟我这个切 还是没有用 所以今天丢出华为这个手机 而且我把iPhone手机 想要把整个赶出我的工部门 那是对美国的一个博弈 对 就是跟美国呛响 然后跟美国上 你要不要来谈条件 你要谈条件的话 你iPhone可以继续到这边 可以继续活下去 如果不行的话 对你美国来讲 你是造成最大的损害 你看到现在习近平在撑 撑什么东西呢 APEC也不去了 然后现在跟美国之间开始 你要跟我切 我来跟你切 没有错 你先来制裁我 我告诉你 我有很多的更先进的技术 说不定你拿不到的 你不知道的 那这时候呢 就是一种一场博弈的一个概念 所以它是一个故弄玄虚的东西 所以我们一直在看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说中国它其实 人家说 其实中国像打不死的蟑螂一样 因为你中国人在那里 到处你还是可以活下去 对 就他们讲到 我们吃草都可以活下去 对 那你对美国来讲的话 现在问题在哪里 就是说像树立文讲的话 还有联盟多讲的话 都在在的显示说 美国它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哪些东西 是它不为人知的东西 是它不知道的东西 那现在才是一个麻烦的地方 不过我们看起来 中国内部来讲的话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个东西就算制造出来 它的良率 良率才是一个最大问题 这个东西来讲 常常在中国或是三星 其实常常有这个良率 跟iPhone来讲的话 这个手机还是有一些对比的 所以我们知道说 现在对美国 它还在侦查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至少如果它真的做出来 但是它的量 还有它的值 到底到什么地步 这其实美国是一并会调查的 不过我们可以看得 更加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这种封杀 绝对会更加严密 而且基本上 中国做了一件事情 我觉得它真的是 你那个墙出头 你今天至少做出来 你就慢慢的偷偷的做 你不要现在突然间蹦出来 销螺打鼓 马上现在来讲 美国更加严重的 对你制裁的情况之下 你后面可能要进到一个更先进的科技 或是拿到更先进的科技的机会 可能就渺茫了 好市中